今天的香港传真带您看到 香港发生婴儿遭虏案件 警方发出通缉令 怀疑涉案的是一名操大陆口音的中年女子 虽然目前还不知犯案动机 但全城都掀起了怒骂大陆拐卖党的风潮 不少家长都加强警惕 小心看管婴儿 案发现场位于九龙城甲炳达公园附近 警方星期天到现场附近追查和巡视 但仍未巡回女婴 警方晚上通缉一名40多岁 穿黑色上衣 蓝色牛仔裤 操戴香阴的广东化的女子 案件已转交西九龙总区重案组跟进 案情指 星期六晚上约7点半 一对大陆男女借向女婴母亲问路 抱走其婴儿车上的6个月大的女儿 事发后 不少家长纷纷自发加入寻逼的队伍 有网民设立Facebook 至今已有5万多人加入 不少网民都怒骂大陆拐卖党 不少家长也表示会加强看管孩子 尤其是在大陆旅游的时候 据部完全统计 中国大陆失踪儿童 每年高达20万人 平均每天大约有550名儿童失踪 将近80%的失踪儿童被拐卖 其找回概率只有1% 甚至有报道称 一些被拐卖的儿童被活在器官等 新唐人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